大家中午好,我是木子小花留学工作室的小花老师 今天呢是周三,然后在每个周三中,我们下午的两点钟都会跟大家讲一下小花课堂 每一期的内容吧都不太一样,就说一下日本留学的一些相关的事情吧 这周呢我们主要是讲,因为很多学生在申请过程中不知道什么是在留牌啊,什么是签证 原效果要怎么生,什么样的人才能有资格去原学校之类的这些东西 今天都会给大家一一解答 先说一下就是能申请原学校的学生是什么样的学历,年龄,日语条件之类的吧 就是那个最低要接受12年教育就是国内高中毕业这种学历 中庄啊,职高啊,也相当于高中,这样的话也是有资格申请的 只是说有一些比较火爆的学校,他们对于冬装商之高商不收 但是高中学历的话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就是不行的,大部分学校都是收的 然后12年教育这样是满足父女条件的之一 第二的话就是说有的学校会自己加一些额外的条件 比较火爆的学校的话会说那高中生高考分数我们要400分以上的 400以下的我们不收,或者说400以下的话你日语要N2以上 就是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话就是各学校自己的吧 基本上说普遍的要求的话是满足12年教育 然后高中以上本科啦,硕士啊,这些都可以 然后就是最终学历毕业要5年以内 比如说现在是请17年10月生 那你12年6月之后毕业的是比较好申请的 超过5年的话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去,也有学校会说 但是就是会比较麻烦一些,大部分就不太要了 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日语方面的话,普通正常的要求是N5水平 N5的话大家知道好像日语能力考试 N1,N2,N3,N4,N5,N5是最低级 大概像标准日本语的话,学一本就能考出N5 相当于这个考试的话,还有一个叫Gtest 然后也是NAT 这两样考试的话,Gtest它最低级是F ABCDEF这样排的 NAT的话是12345 都是最低级的水平就可以 因为本身语言学校就是学日语的地方 所以他们对于日语的要求并不高 N5水平的话,然后每个入管局还要求不太一样 比如说东京入管局吧 你有N5证书或者说提供相当于N5水平的一些资料 比如说日语学习证明能达到150小时的授课要求以上 然后建议参加考试 但是万一没考过也不会影响签证 但是呢,关系入管局的话就一定要有最低级证书 这个估计很多学生都知道了 再简单提一下吧 关于这个申请资格大概就是这些要求 那申请流程是什么呢 我们就据我们这个物资讲话留学工作室这个申请流程为例吧 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第一步就是说要咨询定校 我们的话是免费的嘛 不收中介费,零中介 然后那第一步你想是申请什么样的学校呢 国内的话大部分学生他对于日本的语言学校了解不多 可能在贴吧呀网上什么的知道各一所两所的名字 但是学校的话是非常多的 关东京地区就300多所 很多学校各有特色 大部分语言学校基本上就除了学日语 有的一些是有美术辅导的啦 有一些有护士项目的啦 有的是可以半年交学费的 有的是只能一年一交啊 类似根据同学们这些希望的要求 我们会推给推荐一些适合学生的学校 那第一步就是说咱们互相了解一下 先把学校选定下来 这是第一步要做的事情 那我们选好了学校以后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就是叫资格审查 刚才我说的那些就是基本的资格 我肯定在咨询的过程中 我就知道了啊 你可以申请你不可以申请 那可以申请的话 学校还有一个自己的审核 就是面试 面试的话 每个学校的形式也不太一样 有的是视频 QQ视频 有的是打电话就可以 还有的学校就是委托我 然后了解清楚 觉得学生可以收的话 他们是面试的 也是对我们比较放心的一种选择吧 就是通过这些流程 就是首先你要填一个自己的信息表 把自己的一些名称 比如说成年月啊 学历啊 住在什么地方 电话之类的这些东西都写好 我们根据这个信息表来发给学校 来学校首先第一个判断 觉得可以面试 那就安排面试 如果说我们这个学生不能收 那就直接就不用进入下一个环节了 在面试之前呢 我们一般会给学生做一个面试辅导 比较简单的 大概说一说 日方会比较在意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基本上通过面试辅导 辅导过的学生的话 被刷下来的几率还是比较小的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也不用担心 而且是中文面试 除非日语有N2或N1的 或日语系的学生 基本上面试都是用中文 所以大家首先不用担心日语方面的问题 有的家长或学生就说 老师我才刚学日语 我能参加申请吗 我能申请吗 我能面试吗 完全可以 这个日语不是考核的一个最主要标准 这是资格审查的步骤 如果学校接收之后 说面试挺不错的 学生我们可以收 接下来大部分学校是会发行一个叫合格通知 叫面试合格通知 不是所有学校都发哦 像牵托骨这样的学校 他们就是先不发的 交完材料才发 主要是这个东西的话 算是一个证明吧 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是异地的学生 对于我们有一些不放心的地方在 那学生看到了学校发的合格通知书 可能会安心一些 接下来就是证明学校是真的接收我了 要我 那这样的话我们接下来就走下一步流程 就是签约了 我们申请到面试合格了 我们才进行下一步的签约 给学生邮寄那个服务协议啊 收到之后要交纳选考料啊 在此稍微解释一下选考料是什么 就是学费的一部分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学费是75万人员 其中包括2万选考料 那我们面试合格之后 在交纳材料之前 需要先把这个报名费选考料交上 我们是再收的 然后就折合人民币算一下就行 比如说2万人员 现在折合人民币大概1200多块钱吧 收完以后开始制造材料 然后再递交申请 接下来就进行到第三步了 第三步的话就是办理再留申请材料 这一步是最最重要的一步 也是花时间比较多的一步 如果办的顺利的话呢 材料大概两周三周就能做好 如果慢的学生给他两个月 他也做不好 这个的话就看学生是不是积极了 这一步叫什么呢 叫申请再留 办理申请再留的材料 那很多学生和家长就不知道 再留是个什么东西 日本再留的话叫做 再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这是官方说法 这个东西的话 我一会发一个样本给大家看看 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卡片 这个学生的话是今年我们四月生要复制的一个学生哈 他的再留合格通知 然后我扫免好了 为了给大家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 这是这张卡的话 就是我们办那些什么在职证明 收入证明 学生的各种材料 递交上去申请的是什么呢 就是申请的这个卡 右边我已经为了就是避免洩漏学生信息吧 把姓名和照片都已经抹掉了 大家就看是长得这么一样一个东西 上面会写你的姓名 性别 国籍 生生年月 申请什么学校 然后中间二维码上面有一个在留资格是留学 右方有一个时长一年三个月 然后下面是签发日期 这是在留卡的一个样子 有了这个东西咱才能办签证 那签证又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我发到群里的这个图片是签证 签证是就是贴在乎帐上的一张纸 说白了 就是一张纸 上面会写那个我预计什么时候走啊 那个三个月之内 就是签证下发之后 三个月之内必须要复日 那么有在留时间 这个什么单人啊 作为什么资格去学生这些信息吧 有了这个东西才能去 就是入关去日本的月 坐飞机到了日本之后 我来看你要有签证才能让你进去 所以由此可以看到 日本呢处于什么呀 处于返签 返签制度 意思就是说 先从日本那边将入国管理局 申请长期再留签证 那就是再留资格证明书 申请到了这个东西之后 又寄到国内 我们再打授这个东西 和护照元件去中国的大使馆 去贴签证 他把这个签证给你贴到护照上 这样才算完成 然后那个签证的话 我顺便说一下 就是因为 就是咱们去日本 有的办旅行签啊 有留学签啊 什么 家族之在各种不一样的 根据这个 你申请什么样的签证 需要的材料也不同 像咱们就是属于这种 持有在留资格的学生 去申请留学签证的话 是材料比较简单的 然后日本的使馆 是不允许学生自己去 使馆递交签证的 而是要通过各使馆 指定的代办机构申请 因此我多解释一句 在咨询的过程中 有的学生会说 某某机构他说 他全都帮我办理 我什么都不用做 或者说老师你能办签证吗 我就给大家 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吧 没有就是使馆那边 他指定的代办机构 就指几家 比如说在使馆有几个 日本签证的话 使馆有北京 上海 广州 青岛 沈阳 大连和重庆 分别管辖的区域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青岛这边 他指管辖山东省 也就是说你户口 是山东这边的学生的话 那你可以递交到 青岛使馆指定的代办机构 那如果你是重庆人 你要在青岛办签证 青岛使馆办签证 是不行的 除非你在山东地区 有赞助证 大家明白了吗 就是各使馆 管辖的地区是不一样的 你属于户口是哪里 你只能去哪个使馆 得代办处递交材料 好 稍微普及一下这两个问题知识点吧 然后我们接着回来说到这个 就是办理在留 办理在留的话 是根据学生的个人条件呀 家里的经营条件之后 我们会指导这个学生办理这个申请材料嘛 其中学生的材料大概就是说学历方面的 高中毕业证 如果是大学在读的话 大学的在读证明 这些材料 然后认证 家长的话就存款呀 在职呀 收入啊 这些所有材料 你们办好之后呢 要邮寄给我原件 先发照片啊 检查没问题了 邮寄原件过来 我们这边会配好翻译件 帮你邮寄到日本去 就是跟小方那边沟通 审核没问题了 邮寄到日本去 然后校方会递交到日本的入国管理局 进行这个申请再留这一步 那再留一般申请到大概有两个月左右 它会下发通知结果 是合格还是不合格 然后再留合格之后呢 咱们去学校会先发小条件回来 就是刚才我在群里发的第一个 先发小条件回来说谁是谁 再留合格了 接下来呢 学生需要在国内给学校费款 学费或者是以及住宿费 当然住宿费的话 不是规定一定要交的 就是学费是先要交 交完以后呢 那个日本会把这个在留原件寄到国内 然后学生才开始办签证 所以说在那个4月生下在留之后 有的学生也提出 我能不能复日之后交学费 这样是不行的 因为日本学校它给了你这个在留 你办了签证 有可能很多学生吧 他是不去学校了 我有签证了 我也不交学费了 那学校是冒着很大的风险 因此必须要先交了学费 才能在国内有签证 这是一个流程 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然后如果你需要住学校宿舍呢 就把这个宿舍申请一起提交 然后把这个宿舍的费用 一起给学校费款 如果是不住宿舍的话 那就接下来就需要 自己找一下房子或者是亲戚朋友帮你安排 这个没有亲戚朋友在日本的学生 我建议都是先住宿舍三个月或半年 适应了之后在日本再找房子 因为在国内的话 虽然也有一些机构或者是人是可以联系的 但是手续总是比较复杂 一般去了当天是很难入住到这个公寓的 因为去了以后要先办银行卡 然后开户啦 还有他要给你清洁啦 然后交钥是什么 一系列手续比较麻烦 所以我是建议先住宿舍一下 那签证如果在国内也办理完 就签证这一步的话 我们首先是会给指导你 跟着你的户籍所在地 告诉你 你家这家有什么样的单单机构 你可以去拿着什么样的材料 去交给他 这一步我们会指导的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然后拿着材料去了以后 交完正常食管省和时间 是五个工作日 当然各地区他这个签证拿到手的时间不大一样 因为呢 比如说北京吧 我家住北京 然后北京的食管和这个代办机构 是非常近的 就当地的 他可以每天都送一趟签证 这样的话审核五天下来 大概你第六天你就能拿到签证了 但是有一些地区 比如说我是上海食管 但我住在南通这样的城市 二线就是不是省会这样的地方 那代办机构可能要攒个三四天 或者是一周才只能送签一次或两次 这样的话你的这个递交上给代办出以后 拿到你手的时间就长一些 有的要两周才能拿到 因为他一周才交一次 这样的话第二周才能拿到你的签证 拿到签证就可以一定机票 然后买机票复制了 首先预定好机票之后 要跟我汇报一下 我是买的哪一趟航班 学校因为要接机嘛 买的航班这个到时候做新 我也会给大家做新前指导 比如说学校有什么样的要求 学校说4月3号和4号两天 下午必须要三点前到达机场的 我们才能接 太晚的话不能等 这样的话你就一定要预定 3号和4号的航班 下午一定要按照要求 预定机票 太晚的话学校是不能等你的 就是根据学校的要求吧 每个不太一样 群里音乐我也知道会有家长在听嘛 所以说关于接机这一块的话 大家不用担心 学生第一次布置 我去了以后怎么办 学校都会接机的 除非你不住学校宿舍 你在这边有亲戚 那你就是学校就不用管你了嘛 有学校你的亲戚去接你 然后可能就是下载了之后吧 我会给大家再做详细的新下指导 在这边大家也可以放心一下 到此呢我们算是我们这个员需要的话 服务流程就这么多 然后记得再往下稍微延伸一下 因为入关的时候有一些知识点 学生也不太懂 就是我买了机票 我从中国坐了飞机 去了日本下了飞机之后 那要进行一个出关的手续 这个日本的话在2012年 它是改了这个入管法 就是以前的话 我们早期在日本的时候 叫做登陆证 例如咱们中国的居住证或身份证吧 它们以前叫登陆证 2012年往后呢 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了 是改成了叫做再留卡这个东西 再留卡这个男生生正常挺像的 它这么小的一个卡片 证明会有你的照片 然后你的姓名什么的 然后我往群里发一下 看看再留卡是个什么 大家看到了吗 这是一个样本 会有姓名 姓别 出生年月 国籍 你居住在什么地方 你的在留资格是什么 咱们的话都是留学 然后留学右边呢就就饶不渴 意思是说你不能工作 留学签证就不能工作 如果你找到工作之后 你的在留资格是要变化的 要去入管局重新参情变化的 这是正面 反面的话是 有你居住对地的信息 就是住在哪里 日本开始要求 只要你换一个居住所 就是要去当地的这个市役所 把这个你最新的地址变更上去 这样也是比较安全以及方便吧 然后那个各种材料 如果邮寄给你什么的 你如果变更了这个地址 它会自动把这个原来的地址的东西 带给你新的地址 就是中端过去 然后下方还有一个原则 不能超过二半小时的打工的一个要求 这是在留卡 这个东西呢 是在什么地方办啊 在机场出关的时候办理 一开始的时候 只有四个机场可以办这个在留卡 因为日本不是机场也挺多呢吗 主要是成田 就东京地区嘛 成田 雨田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中部 中部的话就名古屋 名古屋的地区的话叫中部嘛 他们叫中部国际机场 这里也可以办 再就是关西 这是四个比较入国最多的四个机场吧 一开始是只能在这四个机场办理再留卡 如果你要是去北海道或福岗这类的地区的话 就出关的时候是不能办理再留卡的 但是后来2015年以后在那个北海道的星千岁机场 广岛机场 还有福岗机场 就是增加了这三所机场也可以办理再留 除此之外 其他的小机场都需要就是先付 在机场是不能办理再留卡的 那不能办怎么办呢 就可以说就是先入关 然后在那个当地的区役所申报一下 因为你要在14天之内就入国14天之内 把你的登录的这个你居住的地址去登录到这个 这个叫什么 市役所那边要备案 我住在什么什么地方 这样的时候 他是会把你这个地址信息提交笔法无声 然后那边会把这个在留卡邮寄给你 反正总之就是说 入关的时候办不了也没事 将来是可以再办的 在这个在留卡上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有个资格外活动许可 对吧 你的是留学 那资格外活动许可是什么 那就是可以打工 但是是不能正式工作的 那我们就讲一下 什么叫资格外活动许可 叫资格外活动许可的话 那它许可你首先得申请吧 就是在入关的时候 不是要申请在留吗 在留卡这个东西 就是不用再特意申请了 你跟着流程走 进去之后 别人也这样 我也这样 那就能正常申请到 不用特意去某个地方去申请 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跟着人家就出关的时候 资料就给你了 那你要把什么东西交上去 才能申请到 在留 就是打工赵呢 就是我发的群里的这个东西 叫资格外活动许可 申请书 上场是东京的管局嘛 然后其实很简单 就填几个空 中国 我什么时候出生的 我叫成名字 男女 把这个申请表给他之后 你的在留卡上 资料就会给你卡上 可以打工 如果出关的时候 没有申请 这个在留资格外活动申请 那就是刚才说了 在市一所 去一所申请地址的时候 然后再单独去申请 基本上今天的这个真实点吧 大概就这些 然后稍微说一下 就是材料方面的事情 因为在办理材料的时候 学生不知道 什么市存款证明 和存单啊 流水这些东西啊 我也发两个药本 进来看看 算是附加的内容吧 今天 第一个的话 那个A4的 那就是中国银行的一个存款战斤的样子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存单 人民币定期存单 因为咱们这个年轻人啊 从生下来可能就不知道有存单这个东西 就觉得 钱不都是存到卡里吗 或存折上吗 其实早期的话 家长应该知道是有存单这个东西的 就是大额 咱存到存单上 比如说把20万块钱存到存单上 然后你将来取钱的时候 拿这个存单元件就这个小指条去银行 它就会再还给你 就是能取出钱来 然后咱需要当天开存款证明 存款证明它们也会有个人信息 谁谁谁的名义 然后从什么时候存 存到什么时候 在我们银行有20万块钱 就给你出了一个证明 咱们要把这个证明原件交给日本 但是中国银行这边是说 你把存款证明原件交了之后 你就没办法在三个月之内再取出来了 所以说这就变成定期了 变成冻结了 那这笔钱什么时候能取出来呢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咱4月1号去做存款证明 然后7月1号解冻 那7月2号就可以取出来了 就咱俩解冻之后 这个存款证明就失效了嘛 因为它只证明 4月1到7月1之间 这三个月是有钱的 所以这三个月之间 这个存款证明是有效力的 所以这段时间你这个钱取出来 那解冻之后就可以取出了 这是存款证明的样子 最后一个照片这是流水 流水是什么呢 就是把卡给银行说 我要打一辈一年的流水 然后它会从今天了往前推一年 把近期的进进出出的这些项目 都会给你打出来 上面有什么你是哪一天存了多少钱 哪一天取了多少钱 利息是多少 这些东西明细都会有了 提交这个流水是代表什么呢 就是咱们中国不是经常做假吧 比如说我收入没有那么高 但是我开年收10万的 公司也给开 但是那收入这个 流水一提交 流水一提交 人家就一看你每个月 哪有那么多的收入进来 这是最好的流水 就是说能给公司工资匹配的 是最完美的 当然也有大部分学生 是满足不了这个条件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20万块钱 是从我家慢慢慢慢继续下来的 然后我取出了20万 去做了存款 有这么一笔 取出20万的记录 也可以 就是不是说我凭空 突然进来20万 那样就选 好像是说我是谁做的流水扔代表 我是不是借来的 然后这个钱 经常是从家里慢慢慢慢积累起来的 如果中间有一些大额的进出 就要单独写个说明 比如说很多家长在某些银行 他们可能只存定期嘛 因为利息太低了 现在有很多理财产品 那我那边10万块钱理财到期了 我取出了10万 存到这个卡上 为了给孩子做送款证明 突然有个10万的这种来源 那就单独说明一下 因此说对于这个存单流水 大家好像很恐慌 其实不用那么恐慌 咱能提交什么样的是什么样 然后根据这个情况 再给在写节解释说明 因为很难有说 我真的就是一个月8000块钱收入 倒点发 倒点发 然后我存了三年 我存了什么 很难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没有这么完美的流水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流水这一块 好了 今天的讲座就到这儿吧 有半小时 接下来大家可以提问 然后如果有学生想说 那个申请女员学校 那我身体什么样的好啊 想要单独咨询我的话 就可以嫁我好友 然后那个我们单独再聊 我的微信号是木子小花全拼啊 木子小花全拼521 木子小花521 大家想要申请原校的话 可以找我 我们是免费的 好 那个那就下周三 下周三下午两点钟 咱们不见不散 拜拜 不散 过来关掉 你喊这里是干什么 你过来啊